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次做了一个库泰科的超薄卡片的65瓦双口氮化夹充电器 现在播放量已经过了8万了 很多铁粉私信我 想看华为这一款的66瓦的超薄氮化夹的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 粉丝们的要求我尽最大努力的满足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的上帝 咱们测试充电器都是看数据实话实说 测试的话尽最大的努力详细一点 拆解的话那必须是拆这里 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的 咱们话不多说 这一期就是测试这一个66瓦的超薄氮化夹套装充电器 咱们这一个充电器是原装正品的 正面的话上面写着华为氮化夹超薄充电器 MAX66瓦 鲜薄机身氮化夹技术 然后多品类设备兼容 华为的logo充电器的图片 华为充电器快充的标识 背面的话这上面写着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下面是制造商信息 华为的正品配件拆开过后 有字母留在这个盒子上面的 质量三包卡片 然后这里有一个有害读物的清单 这是数据线 这个是装数据线和充电器的一个卡纸 这是它带的一根数据线 然后装数据线的卡纸 充电器上面有一层纸把它包住了 我们把这个纸撕掉 这就是充电器本体 充电器连盒子数据线一起的重量是106克 和数据线一起是79.3克 单数据线16.8克 单充电头是62.7克 数据线的长度是50厘米多一点点 数据线的直径是3.79毫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本体 这上面有66瓦的英文标识 插头为折叠式的插头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规格面板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华为的快充标识 二维码信息 循环使用10年 然后输入电压有100-130V和200-240V 全球电压 在我们这个中国地区使用的时候 它的最大功率是11V6A66瓦 或者是20V2A的40瓦 然后3C认证 3C认证的信息我们已经查出来了 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然后这是4类使用 双路绝缘 Type-C口内部的舌片为橙色 充电器的整体高度80.2毫米 充电器的宽度是42毫米 43毫米啊 厚度的话 仅仅只有10毫米 这个是咱们上一次拆解的 酷呆科的65瓦双口的 淡滑加超薄充电器 我们来做个对比啊 华为的明显要薄很多 要稍微高一点点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这个充电器的测试环节 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 这个USB协议支持的情况 FCP的5V 9V 最高30瓦 SCP档位5.5-20V的66瓦 然后QC2.0的5V 9V PD3.0 40瓦 PPS5.5-11V的2A PPS5.5-20V的2A 这个充电器的PD档位的话 最高只有40瓦 SCP档位 也就是充华为手机的话 最高可以到66瓦 首先实际充电测试的话 我们肯定是用华为的手机 这个是荣耀100 这一个手机标配的充电器是100瓦的充电器 咱们这个66瓦的充电器 我们看一下实际功率是多少 现在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25% 启动的是MAX66瓦的超级闪充 这个手机电已经充满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53瓦的功率 但是只持续了两分多钟 然后降为35瓦的功率 充了15分钟左右 然后降了一点点功率 降到33瓦 充了几分钟 然后就持续的降 总充电时长20多分钟 就可以把电充满 这个充华为手机确实是充得非常快 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 这个温度有点高啊 56.7度 咱们室内温度只有14度左右 确实就像其他博主测的一样 这个温度确实很高 小米系列的充电测试 我们还是用这个红米Loto CT Pro来测试 接上去显示快速充电 我们采集一下数据 这个红米手机现在已经充到97%的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56分钟都是15瓦16瓦的功率 然后充到80%的时候 它就开始逐渐的降功率 充到90%电压也降了 降到5V的基础电压 然后一直充到现在 整个充电时间是一小时 20分钟啊 我们看一下温度 温度的话最高温度40度 Obo系列的手机充电 我们就用这个真我GT5来测试 这报文写的是9V3A的功率 实际功率17瓦 我们采集一下数据 这一个真我的GT5 充电时间已经一小时15分钟了 现在的电已经充到97%了 电压的话一直维持在9V 没有变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功率 一直都是17瓦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然后开始降功率的 手机它自带的充电器是150瓦 用这个充电器的话17瓦 如果是OPPO系列67瓦的手机的话 用这个充电器来充 大概只有13瓦左右的功率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17瓦左右的功率 它的温度是多少 它的最高温度37.3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图 Vivo系列的手机测试的话 我们拿大功率的这个Vivo的S18 它可以启动15瓦的功率 这里也可以启动这个Vivo的散充标识 但是如果是这种支持小功率充电的 这种Vivo手机的话 用这个充电器充电 它是不能启动快充的啊 比刚才我们测试的那个OPPO的手机 它要充电更慢一点 所以我们就不用测试了 直接跳过了 苹果手机的17充电测试 我们用这个苹果12 Pro来测试 它现在的电量只有1%了啊 我们充电采集数据 咱们这个苹果12现在已经充到91%的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的功率的话 分别是6瓦和8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8分钟9分钟左右 然后升到15瓦左右的功率 大概充了26分钟 然后降功率 降到10瓦的功率 充了7分钟左右 然后降到6瓦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 电就充到80% 80以后它就降为5V的基础功率 然后这个充电器的温度的话 充苹果手机 它不是很高的温度啊 最高温度36.7度 然后这个超薄充电器的大功率测试的话 我们用两个右边器来进行 优骗它的最大功率 最高优骗到也是40瓦左右 然后运行个10多分钟 充电器它就保护了 没办法 所以说它的最大功率 只能用PD的40瓦 我们来做持续的功率测试 实际功率35瓦的情况下 我们进行负载测试 咱们这个持续运行 已经快两个小时了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一直就是35瓦左右的功率 在持续的输出 它的温度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图 最高温度58度左右 一直在徘徊 咱们这一根C2C的数据线 它是一个50公分的 一个非标准的线缆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线组是57毫欧 它线很短 线组就会很低 相对的来说 压降值也会很低 非标准的线缆 我们就不测试压降值了 这根数据线内部的eMarker芯片 我们读取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被动性数据线 华为的方案 255A 也就是100瓦的数据线 USB2.0的传输速率 然后下面的信息的话 有需要的 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关键数据 它的交流纹波的情况 这是它的5V的空载纹波 最高的时候 有150毫浦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5V45瓦的功率 最高的时候 已经到了300毫浦了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9V的空载纹波 最高的时候 是140毫浦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9V3A 27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已经到了多少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VPP 最高的时候到440 12V的空载纹波 最高的时候跳到140 12V2A 24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也是在 最高的时候是270 15V的空载纹波 最高的时候是120毫浦 15V2A 30瓦的功率 我看着有点无语 大家看一下 这个纹波已经到了400毫浦了 已经超过国家标准两倍了 20V的空载纹波 最高的时候也是120毫浦 20V2A 它的纹波输出 350毫浦 这是我测过的 正规品牌的充电器里面 纹波系数 最高的一个充电器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测试错了 我还去看了另外一些博主的 纹波测试 这个充电器它的纹波确实 控制的不是很到位 这个华为的66瓦的超薄 单化夹充电器 我们测试部分全部都做完了 有很多博主 它都是用右边器 拉到最大的功率来测试它 根本就没办法持续的测试 它的最高功率的话 就是一个20V2A 40W的功率 然后是 如果从华为手机的话 它可以拉出高功率 但是只能持续个一两分钟 所以说这个测试就没有意义 我就选择的是 40W的PD档位 用真实的功率35W 持续的拉了两个小时 这个温度的话 大家也看到了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轴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 拆解它 拆解它